親愛的全國投資料 歡迎收看今天的季線 今天的金錢到了 我心裡在想著季線 然後因為我想要季線就開心 大盤今天也上季線 我們這一波的主軸就很簡單 上季線的股票 從上禮拜開始跟各位講 第一波上去的 第二波上去的 跟第三波上去的 今年第一波上去的 當然就是在這個地方就上去的 今年第一波上去的 也是在今年五月份 六月份就上去的 這一波誰攻上去 這一波就是創意他們 有沒有 第一波上季線的 然後耿鼎 第一波上季線 第一波 所以第一波的股票是最強的 那麼傳統上 老一派的分析師 就是那種 古代有一種說法 那漲多的股票要下去 然後資金會轉到低基期 這種我就 我就不知道怎麼講 隨便你 看你要不要信 對不對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種講法很土 就是因為你不敢做強勢股你就說 何必在那邊講說什麼資金要轉到低基期 對不對 不敢說你就承認 那大家也不會笑你對不對 你不敢做強勢股 你這輩子就賺不到藥還要 就這樣子 一句話就打死了 就是看你的 看你的人生邏輯是什麼 你不敢賺錢的話就是 也不是壞事對不對 但是你不敢賺錢 你就嘴巴不要賤 你不要說 看人家賺個十億八億 然後股票上去 你就說什麼高檔會 會詛咒人家要死 這個你就是格局小了 就是你可以買低基期的股票 你就是這輩子你的格局就強強反彈 賺個小錢 弄個幾萬八萬這樣 很開心 你開心就好了 但是你不要嘴巴去講人家什麼 藥還會死 耿鼎會死 高檔人家出貨 因為你講了你就丟臉了 對吧 全世界都知道你賺不到這個錢 這個就是 觀眾 你們就自己也會看 所以就是說 你要求是什麼樣的分析師 當然你就也選 也決定了你自己的命運 你跟著格局大的人 跟你跟著格局小的人 也就是你自己的人生 十字入口對不對 這我們也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你有你自己的選擇 對不對 就好像我常常跟各位講 就是說 你在什麼地方會遇到命運 只有十字入口遇了這些命運 你在康莊大道上 不可能遇見命運 對吧 好 那我們今天來講幾個東西 因為上次一線 今天最強的股票 都在我們家 這個 舊的漲停 新代的朋友的股票又漲停 我們今天來講講大家聽 比較在意的 首先第一個 投資人的問題在哪裡 股票 股票很簡單 複雜的是人 男生男在人心 舉例來講 這個地方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假如你在低檔探空 對不對 那股票已經漲上來了 現在已經漲一千多點 形態上來說 我先跟各位講一個形態 形態上來說的話 這裡如果等距的話 這裡一千點 折上來這裡再一千點 等距 就折返 折 折 折 那一招你們知道嗎 就折返 就N字折返 那我今天也不講這個 我今天有問題就是說 你在低檔這邊看空 很多人認為說 這邊打線要再破一次 對不對 因為看空的人會覺得 這邊要破一次 破下來 那原因很簡單 原因就是用基本面去解 你如果看總計畫 你說 40年代最大的通膨 那麼這個地方會 壓抑到這個經濟成長率 所以 在這邊我們看到下半年 怎麼樣摔腿 等等就總經那一套了 但是我之前也跟各位講過 其實白宮就已經說來說了 因為最高就是6月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不討論 重點是股價 我們今天倒在講一個重點 就是在於股價 價格反映你知道跟你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這一輪 我們也提了一個重點嗎 7月營收最差的是什麼 整體來看表現最差的IC設計 所以我這一波就帶你來買IC設計 新朋友會覺得 不合理對不對 蔡老師你買一個 7月營收摔摔最好啊 所以今天最強的 全部都IC設計 因為如果你是營收好的 你就上去了嘛 你就是耿頂了啦 你就是因為不好 所以你不是花心光 所以你不是眾喜嘛 華心光 眾期 耿頂 拚的就是一個業績 所以它是高高高 拚過高 而要滑藥也是高高高 拚過高 我一度就是高高高 高高的稱呼這位強勢股 你要賺他的錢很簡單 我四個字給你來回操作 這我說了強勢股來回操作 這一次我們的北上特工 反攻特快車 那麼你要買低檔的 就是買跌不下去 然後底部要起漲 第三波站上季線的 今天股票很多 我們現在講一個 剛剛說到一半 投資人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叫做 原本看空現在上來 突然發現 站上季線怎麼辦 已經漲了1000多了 現在進去會太晚 對不對 想太多嘛 現在進去會不會太晚 想這個問題就太多了 因為太晚 我們就已經講過了 強制股你等拉回買 沒有太晚的問題嘛 那麼底部起漲的股票 你找剛剛起漲的 第一天買進 今天第一根漲停 哪有太晚的問題 對不對 沒有那個問題 除非你做的是指數 你做的不是指數 你不是玩ETF嗎 你是玩股票嘛 那我們來講有量縮 這件事情 扣除掉MSCI生肖日這一天 整體來講量能是縮的 雖然說在這個地方 有稍微補出來一點 但整體來講 是下降型態 但是你看這個股票是上來的 再次說明一件事 價量關係無效 無效 確實無效 真的啊 量有先駕行嗎 沒有啊 量沒有先駕行啊 你騙誰啊 這哪有量先駕行 大家騙誰啊 這根本就價量背離啊 這哪有量先駕行 你越長越沒量 怎麼叫量先駕行 唬爛 鬼扯了 什麼什麼什麼量先駕行 狗屁啊 我從來沒看過什麼量先駕行 股票最好買點都是量縮的時候 沒有在那邊什麼 量越少越好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東西 牛排 牛排吃過吧 乾式熟成跟私式熟成 量縮的上漲叫做乾式熟成 乾式熟成就是肉汁比較少 對不對 但它肉味比較重 所以乾式熟成的牛排 一般人家講說 三分熟不見血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它都低調了 你自己在家裡做乾式熟成 怎麼做你知道嗎 下面用一個盤子 買來了把它吊著 當然那冰箱 你不能拿來冰別的東西 味道會跑出來 就是一個沒什麼在用的冰箱 然後那邊放著 一個禮拜之後 它自己低下來 真的真的不騙你 不信你Google 乾式熟 因為水都到那個盤子裡面 那是自己DI的乾式熟 你去店裡吃的話 一般來講三分熟會見血 但乾式熟成眼睛看是紅色的 吃下來刀切下去沒有血 那邊低調的 乾式熟成 乾式熟成濃縮的股票 乾式熟成意思是 股票濃縮和集中 你說股票強不強 強 比方說我們講大盤 這裡是五 六千億的時代 那麼這個地方是 不到三千億的時代 請問一下這邊股票沒有漲嗎 還是漲 但集中 這一段集中在最後面的IC設計 對不對 這一段全部的人一起漲 所以說乾式熟成的上漲 像量縮上漲 它集中 它集中 如果說你集中的話 就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股票集中在身上 這麼多人要玩那怎麼辦 那就會上下價差 你就要用那個上下價差 沒有那種量縮不能漲 比方說這張股票 最標準的乾式熟成 對不對 這量完全是縮的 如果照一般古代的說法 前面的量這麼大 帶上一線 要過這個量必須比它大 放屁 我告訴你照樣過 看到沒有 標準的背禮 誰跟你說量先價行 沒那種事 對不對 沒有那種事 那都是古代的講法 過時好不好 現在的量很多都把當充量 你盤中看到帶量的長紅 你追看看 尾盤一根上 現在賞給你 我告訴你 好 那繼續 所以上禮拜跟各位講 這禮拜講什麼 第三波要上季線的股票 我先講傳產 因為傳產現在有中芯店在帶 低檔來講的話 7月營收 如果說你出來的數字比6月低 但你股價不跌 注意 第二個重點叫做 業績衰退股價不跌 如果說這個地方買進去的人 他只有一個月 8月營收公告以後比7月高 叫做什麼 你買在低點 對吧 因為你8月營收出來以後 就不太可能再破底了 假設你是比8月高的話 所以7月公布以後 最好的時間點就是 中間這四個禮拜空窗期 半年報有公布了 7月營收有公布了 基本上什麼東西都上不到你了 買 先賺再說 這個地方鋼鐵 上禮拜跟各位講過 如果是 當然我們來看 華星比較特殊 因為它是車用 如果是放在IC設計裡面 當然就是力旺 當然是IC設計 力旺的重點不是在於 他的 力旺的重點不是在於 他7月營收回溫 你們都搞錯了 他的重點是在於 6月營收不好 但是6月不破 這裡是當時 6月營收出來 但是6月營收不破的地方 這邊沒有破吧 這個地方只是在告訴你說 7月回溫 但他6月不破才是重點 所以現在所有6月 7月營收出來的股票 只要你7月不破 8月一回溫就是噴 這是交易的重點 所以我們看到MSN1 當然 IC設計我講一下 當然很多都是高價股 沒有錯 很多人說高價股 這個沒有辦法受惠到 但是話也不能這樣講 我們很多的觀眾 反而喜歡高價股 買起來10張賺得快 對不對 這種賺得才快 很多手上三四千萬的 這賺得才快 好 那麼漲到第二根 今天出現一個震盪 很合理 因為今天很多人一定 馬來西設計做當衝 第三波上中國股票還有座位 上禮拜我們跟各位講的 看高做低忘久 早攀隨便一個買單 對不對 馬上就工漲停 看到沒有 所以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 還有座位 千萬不要因為高價股 IC設計都是高價 你就覺得沒有機會 對不對 看高做低 看大做小 看舊做新 今天的創緯 就是標準的第一根 這些都是屬於 七月營收不是很漂亮的公司 不過 早盤都是一個最佳的進場點 輕鬆工上漲停 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麼現在有一個重點就是在於說 營收出來以後 你股票破不破底 對不對 IC設計其實是這樣子 你的應用範圍很廣 你要看當下流行什麼 比方說前一陣子 原宇宙在紅的時候 你只要抓到一個感測的IC 那你不得了 隨便的也三根 現在什麼在紅 看國際股市誰在紅 蘋果在紅 美國漲最多就蘋果 對不對 你拉回來 因為它有Type-C的題材 民國 明年在這個地方蘋果 要不要大量採用 不知道對不對 很簡單 只要你8月營收出來 比7月營收回溫 就代表你創委的底部已經出來了 現在才8月中旬 你怎麼去抓這個數字 你先看股票 股票如果敢拉三根 肯定就是有梗對吧 只是人家還不告訴你而已 所以今天先拉第一根 預估在前高附近會有一個震盪 這邊會交會 來到這個附近就短時間不要追 這個地方就要等你第二波 看你站不站得上去 但是呢 績笑就出來了 對不對 是不是已經回答你在節目一開始 我問你的問題 股票已經漲那麼多了 我現在才進場怎麼辦 或者是第二個問題的衍生 我上個月有了強反彈 蔡老師你說的沒錯 可是呢 我上禮拜把它賣掉了 賣完又繼續漲 老師你告訴我怎麼辦 那我的回答還是一樣 強制股來回操作 拉回的時候帶你買 日出的時候你要把握 新的股票 第三波剛剛站上基線的股票 對吧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部分有 我們講安全 資安系統的這個股票 先來講一下 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這一根叫跳空見鬼 對吧 這個線型真的太差了 對不對 跳空帶亮大長黑 買一點就在72小時之內 第一個日出就工長停 非常的簡單 這就是強制股來回操作 只要是你能夠買到的 當充客也買得到 所以三日之內必有賣壓 在這個現象我們說 來回操作的重點一個口訣 買在你覺得不會漲的時候 賣在你覺得會噴出的時候 買在你覺得不會漲的時候 什麼時候覺得不會漲 帶亮長黑 長上影線 對不對 那麼什麼時候覺得會噴出 帶亮長紅 過高 創新高 所漲停 對不對 那就是賣點 賣在你覺得會噴出的時候 好 重期我們來看到第一個 連漲三天 一 二 三 對不對 三根差不多了吧 拉回 這裡會有一個日落對不對 這個地方先賣 然後買在你覺得不會漲的時候 顯然就是什麼 上禮拜四的這一根小黑K 好 那我們看到今天又是一個日出了 那最好就是等到日級別指標 回到中軸了 再來我們看重期 這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那我們來 上禮拜先跟各位預告過的股票 今天是直接跳空漲停 反攻特快車 那我們就再講一次 兩個重點 這一波好好把握這個格局 因為大盤站上季線以後 那代表後續的股票會一波一波 從現在到9月22號 最基礎還有四到五個禮拜 每個禮拜只要能夠抓到兩根漲停 那一樣是反攻特快車當中 最精采的一段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以下回來 股票的迷思是這樣子 比方說我們看到 這個地方是剛剛開始起漲的時候 我們當時正在講 站上季線是第一個買點對不對 但這邊有一個問題 那麼你攻上季線的這一天 事實上是帶一個上影線 投資朋友怎麼辦 但是你過高本來就應該空頭抵抗 很正常 所以在出現上影線的隔天 他為什麼是買點 因為空底失敗 對吧 好 原則上他在背景 第一個 光通訊他正在大漲 因為黃金光正上來對不對 然後聯亞也上來 最好的情況 當然無非是底部起漲的機會 在手中 好 我們看一下 統心上來以後 中間這裡是不是又震盪了一次 刷了兩下 最後你看 今天在震盪的過程當中 因為他被警示了 洪志有沒有 洪志就是被警示了 有的人就會說 這裡爆了一個成交量 對不對 怎麼辦 他爆這麼大量危險 可是這有個問題 這裡也爆大量 這裡也爆大量 照理這個邏輯又是沒錯的話 這裡應該要拉回來測試之前 他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回頭來講說 這個又爆大量 就是說我來告訴各位 上漲的過程當中 每一次的量 你都可以說他爆大量 對不對 那江湖上的人士就很簡單 只要爆大量告訴你說 爆大量先出一趟 假設說一檔股票 拉回五次 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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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我都告訴你 這裡是高點 我講五次 總有最後一次會對吧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的強勢股就是這樣洗掉 我的邏輯是這樣 如果你真的那麼怕的話 很簡單 你可以分五次做 總比你都不做好 對不對 這邏輯通不通 通怎麼會不通 就比方說要滑藥一樣 你可以分三次做 日落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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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都是買點 對不對 你至少不會 你不會說 每次只要一上去 就告訴人家想說 這個高檔已經爆量 二次已經漲多了 我們要底部起漲 對不對 底部起漲的意思就是說 從底部開始到你賣掉之前 你的錢都不能拿來做第二筆交易 因為投資人只有一筆錢 這個 為什麼很多實戰派喜歡看我們的節目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另一比方說 你說長榮 它這個真的有轉弱嗎 我嚴格跟你講 這個也沒有多弱 對不對 你除非上升軌道這個地方把它灌破 有沒有 這個地方破下來 否則的話 這個地方你說它弱 它也沒有多弱 但嚴格講起來 這一波你仔細看 從85塊漲到100塊 對不對 你這個幅度大概跟你做ETF差不多 也有十幾% 對不對 你ETF你買14000 14000的10%要漲多少 1400點 你14000抄到底 抄對的話 你10%大概差不多1400點 你加上來的話 大概15400 15500 大概10% 對不對 長榮一樣 你買到最低點 拉上來大概15% 這幅度是不是跟 跟那個 ETF差不多 對不對 但你就是慢 沒有人說你錯 那慢 但你現在買的話 你就卡在這邊 對不對 你破下來就算 你不破你就卡在這邊 倒不是說有沒有賺 實際上你買也是有賺 也不是說你沒有賺 但你就慢了 好 那我們看他福大 這強制股 中繼整理以後 對不對 那最後一個日出在這裡 當時留一根上影線 現在看起來的話也是買點 對吧 戶外活動那幾支 巨陽是這次的領頭羊 因為他營收好 所以未來來想看他 大家會看他第三季的季報會不會出來 好 耀環耀剛講過了 今天是第一個日出 因為他現在已經是屬於市值很大的公司 他走市是很標準 什麼叫很標準 拉回來講 他有的時候會走完ABC三坡 會走完ABC三坡 所以他這個地方日出 有可能再拉一個消失的右腳 再上來 就C坡看不見 拉回來 不管怎麼樣 總而言之就是給一個中繼整理 因為中繼整理的過程當中 會給新朋友上車的機會 可是我們來看到 像寶瑞有沒有 這一波就創新高 所以其實強制股拉活沒有錯 對不對 像這個就是最標準的ABC 而且是C坡沒有破 被沒收了 被沒收了 很多在台灣數波浪的 數不清楚 其實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美國畢竟沒有漲跌停板 對吧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百言有沒有 升級股當中強制股滿多的 滿多的 那寶瑞今天就拉一根漲停了 這個就是最標準的 中繼整理沒有下去 就準備上來了 好 那比特幣回來2萬4了 維新在這邊你說站上季線 但你仔細想 看到2萬4在買 不能說你不對 上禮拜五差不多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一個半月以前他就不破了 所以我還是講一個重點 對不對 那重點在哪裡 就是說股價一定會領先 基本面的轉折 因為基本面倒不是說你落後 而是在於你發生的時候 你不知道 基本面最大的問題就是出在於說 正在發生那件事情的時候 你不知道 你知道你就違法了 內在內線對不對 你知道數字的時候一定是什麼 季後公告 半年報 再不然就是隔一個月的10號 對不對 但股價一定領先 好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輪飛 創新高 利青 拉到第三根 開始在震盪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亞光 N字中繼整理 二線的鏡頭的話還有佳寧 佳寧 亮縮兩天 你不要被他亮縮兩天再走一根 日落就日落 轉折就轉折 反攻特攻隊 這邊帶一個重點 明天我們要買一個 起漲前夕的股票 今天來跟各位講的就是亮縮 亮縮就是最好的買點 這個地方受惠在電動車家園以後 上半年EPS超過一塊錢 超過一塊錢 你會覺得沒什麼對不對 放在低價股就很厲害 股價不到50 現在有一個重點 很多股票都已經上去了 我們說買在起漲前夕就是 強勢股第一個來回操作 來回操作你就要等下煞的時候 下煞的過程當中你要等 我們就先買正要起漲的股票 好 把握這個機會 上禮拜跟各位預告的 IC設計 鋼鐵 發動之後這檔股票 準備要發動 這一次的反攻特快車 邀請各位上車 明天帶你坐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